倘若你对暗语忠诚的所有人质都只是冰山一角,隐藏其后的秘密,足以让你的生活沉默。 在奥克伍德小镇,一辆随意停放的汽车解开了一个惊人的谜团。 梅丽莎布特,这位深受喜爱的幼儿园教师被发现毫无生气地瘫倒在方向盘上。 她的皮肤苍白,太阳穴上有一道干涸的血迹,三个与她关系密切的男人成为主要嫌疑人。 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你真的能了解身边最亲近的人吗? 一个初秋的清晨,梅丽莎布特毫无生气的尸体在她的车里被发现,就在阵外一条偏僻的道路上。 梅丽莎是深受当地人喜爱的幼儿园教师,两天前被报失踪, 这让她的丈夫詹姆斯和他们所在的社区陷入镇静之中。 詹姆斯·波特是一位温和的会计,在向当局报告她的失踪事,显得极为痛苦,声音因担忧而颤抖。 除了詹姆斯,另外两个人也受到了审查,迈克尔雷诺兹和乔克拉克。 他们都与梅丽莎关系密切,每个人都有着强烈而复杂的情感。 侦探萨拉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手,她接管了这期调查。 当她深入探究梅丽莎的生活,以及她与詹姆斯·麦克尔和乔的关系时,很明显,在这看似简单的案件表面之下,隐藏着一个充满秘密的秘宫。 那天早上,当时汤姆·哈里斯警官接到警报,称在奥克伍德边缘有一辆被遗期的车辆。 接近现场时,梅丽莎伯特随意停放的汽车景象让她几倍发凉。 汽车位置不规者,一般在历史上,一般在草地上。 当她靠近时,一股微弱的恶臭从车内散发出来。 透过雾气弥漫的车窗,哈里斯惊讶地看到梅丽莎摊倒在方向盘上。 她的皮肤苍白,太阳穴上有一道干涸的血迹。 虽然确切的死因尚不清楚,但情况表明这是一起谋杀。 梅丽莎身上没有防御心伤口,也没有挣扎的迹象。 这些观察表明,梅丽莎可能在死前已经失去意识或失去了行动能力。 初步调查显示,乘客座位上有粉末痕迹,被认为是一种强效镇镜剂。 警方下令将车拖到法医实验室进行进一步分析,并指示团队在该地区寻找潜在的证人。 调查刚刚开始,寻找真相的压力与日俱增。 社区为梅丽莎寻求正义的诉求非常明确,警方决心追查到底。 奥克伍德警察局迅速进入调查梅丽莎波特的死亡。 团队的首要任务是审讯詹姆斯·波特,由于他与梅丽莎关系密切,使他成为最初的嫌疑人。 詹姆斯在警局显得疲惫不堪,眼睛下有黑眼圈,表明他经历了许多不免之夜。 侦探戴维斯从常见问题开始,询问他与梅丽莎的关系,他们最近的活动,以及他失踪时他的行踪。 梅丽莎波特在奥克伍德出生和长大,只是一个他热爱且从未想过离开的小镇。 梅丽莎以其灿烂的笑容,使他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幼儿园教师。 他与詹姆斯在五年前的一次慈善活动中相识并结合,被认为是天作之合。 他们很快结婚,有一段时间,他们共同的生活是幸福的典范。 然而随着新鲜感逐渐消退,梅丽莎感到越来越不安。 婚姻生活的单调浪潮激发了他对更多的渴望,暗示着未被满足的欲望。 在田园诗般的外表下,证姆斯描述他与梅丽莎五年的婚姻表面上幸福,并受到周围人的高度称赞。 他详细讲述了梅丽莎失踪的那个晚上,他在晚上七点左右离开家去办事,再也没有回来。 担心了他,在第二天早上联系了警方。 当戴维斯辞续审查他的行为,寻找任何欺骗的迹象时,詹姆斯提供了一个不在场证明。 他那晚一直在家看电视,并提出可以通过家庭安保系统来验证。 戴维斯把这一信息牢记在心,以便进一步调查。随着调查的进行,另一个名字出现了,迈克尔·雷莫兹。 詹姆斯透露,迈克尔是梅丽莎的老朋友,一直深深卷入他的生活。 尽管对他们的关系感到有些不安,詹姆斯却找不出任何确凿的怀疑理由。 这促使侦探戴维斯开始拜访迈克尔的住所。 迈克尔·雷洛兹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高大自信地在门口迎接侦探。 他看起来对梅丽莎的死讯真的感到震惊,坚称他们的关系纯粹是白拉图式的。 调查范围扩大,包括乔克拉克,一位当地的艺术家,他经常出现在梅丽莎的身边。 乔克是以其忧郁、沉思的情绪和偏爱独处的性格为特点。 更加回避,他的回答含糊不清,神秘莫测。 这让侦探戴维斯怀疑迈克尔和乔克都在隐瞒真相。 随着他们深入调查,梅丽莎生活的复杂性开始浮现,描绘出一个极其复杂和神秘的女人。 每次调查都为了案件增添了内容,增加了揭开真相的紧迫性。 迈克尔和梅丽莎从高中就是朋友,他们的关系异常牢固,常常看起来很浪漫。 迈克尔是一个成功且有魅力的商量,带来了刺激、兴奋和激情。 这是梅丽莎觉得在婚姻中缺失的。 从波拉普世的关系开始,最终发展成了秘密恋剂,然后是乔克拉克。 他是一位当地以气喜怒无常,以人深思的画作和孤僻举止而闻名的艺术家。 在他去世前一年的一次艺术展览上偶然遇见了梅丽莎。 与詹姆斯或迈克尔不同,乔克神秘且类像,这些特质吸引了梅丽莎。 他们的关系迅速发展,不久,梅丽莎也与乔克有了关系。 梅丽莎与迈克尔和乔克的关系只有少数朋友知晓。 他小心谨慎地向丈夫詹姆斯隐瞒这些关系。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管理这些秘密关系变得愈发艰难, 使梅丽莎的生活更加复杂。 她对每个男人都怀有不同程度的感情, 他们各自以不同方式满足了她的需求。 但梅丽莎也逐渐意识到, 这种纠缠不清的浪漫关系本质上是不稳定的。 梅丽莎的尸体被发现后,她隐藏的生活也逐渐浮出水面。 侦探戴维斯的怀疑,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她的丈夫詹姆斯波特。 戴维斯仔细审查了詹姆斯的不在场证明, 寻找任何可能她与梅丽莎失踪有关的蛛丝马迹。 詹姆斯声色案发当晚一直在家, 她的说法得到了家庭安保录像的佐证, 录像中没有显示她离开的迹象。 尽管如此,戴维斯依然持怀疑态度, 声势不在场证明有可能被伪造或篡杆。 伯特夫妇的婚姻状况受到了密切审查。 表面上,朋友和邻居都认为这对夫妇生活美满, 但潜在的问题却显而易见。 经济困难和大量债务成为詹姆斯摆脱妻子的潜在动机。 虽然梅丽莎的人收保险金额并不引人注目, 但这也增添了对詹姆斯的怀疑。 詹姆斯在审讯期间的表现尤其值得关注。 虽然她表现出了真挚的悲痛, 但某些回答似乎过于刻意和受控, 这让戴维斯不禁怀疑她是否在隐瞒真相, 或者只是在设法保护自己面受错误的指控。 最有列的证据是梅丽莎失踪前不久, 她与詹姆斯之间的一系列短信往来。 这些短信揭示了她们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 梅丽莎表达了对詹姆斯的不满, 而詹姆斯则明显感到不适。 虽然她们的交流中没有直接的威胁, 但这些信息描绘出一幅婚姻岌岌可危的缓面。 此外,詹姆斯与麦克尔和乔克的关系也显示出问题。 两个男人都承认与詹姆斯发生过冲突, 詹姆斯对他们与梅丽莎的关系越来越偏执。 虽然詹姆斯否认知晓梅丽莎的婚外情, 但她对这两个男人的敌意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调查的深入, 詹姆斯波特仍然是主要嫌疑人。 她的潜在动机, 包括经济利益、婚姻纠纷和嫉妒, 这些都给侦探戴维斯提供了充分理由继续密切关注她。 然而由于缺乏直接证据, 对她的指控仍然寄予见解细节。 麦克尔雷洛茨和乔格拉克是与梅丽莎关系密切的两个男人, 他们成为了侦探戴维斯接下来的调查对象。 每个人都有让梅丽莎留在身边的理由, 同时也可能有让她消失的动机。 随着侦探戴维斯时入挖掘梅丽莎、詹姆斯、麦克尔和乔的生活和秘密, 一些惊人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 更生动地描绘出梅丽莎错综复杂的生活。 首先,梅丽莎的密友劳拉米切尔提供了重要信息。 劳拉透露,梅丽莎几个月来一直向她倾诉婚姻与麦克尔和乔的纠葛。 梅丽莎感到越来越走投无路,努力维持婚姻的完整, 同时还要处理她的婚外情。 此外,梅丽莎曾表达过被跟踪的担忧,尽管她从未指出跟踪者是谁。 这一揭露促使戴维斯重新审查证据, 考虑到可能有第三方参与其中, 他们可能知道梅丽莎的婚外情,并希望她倒霉。 戴维斯下令对梅丽莎的社交媒体通信进行全面审查, 寻找任何威胁或异常活动的痕迹。 对梅丽莎汽车的检查揭示了另一个重要细节。 在乘客座位上发现了与乔克拉克的处方有关的镇静剂残留物。 面对质问时,乔克的瓶颈开始动摇。 她承认拥有镇静剂,但否认有伤害梅丽莎的意图, 声称是她要求用来帮助睡眠的。 这一说法难以证实,使得案件变得更加复杂。 随后,对迈克尔财务状况的调查发现, 她像一个为资方转账的大量资金, 这暗示着可疑交易的存在。 迈克尔深深这些与业务有关的模糊的细节引起了怀疑, 让戴维斯怀疑迈克尔是否参与了勒索, 或者付钱给某人来恐吓梅丽莎。 调查随后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 在梅丽莎的遗物中发现了一本隐藏的日记。 这本日记详细记录了她与詹姆斯、迈克尔和乔关系的来龙巨脉, 描述了她在詹姆斯控制下的窒息感, 与迈克尔有万语的刺激, 以及她与乔克深厚关系中的冲突。 日记还详细记录了她收到的匿名威胁, 她认为这些威胁来自知到她处境的人。 这本日记让人得以一窥梅丽莎的内心世界, 展示了她想要逃离纠缠不清的生活的绝望。 这些私密的记录为侦探戴维斯提供了 关于梅丽莎隐藏动机和想法的重要线索, 使她更接近发现真相。 就在侦探戴维斯认为即将破案时, 一个令人意外的转折出现了,改变了调查的方向。 当地一家便利店的监控摄像头拍摄到梅丽莎在失踪当晚, 与一名男子见面。 这名男子被确认为单一二哈珀, 是梅丽莎的一位前同事, 乃自林郑。 哈珀因其暴力过往和前女友对她的限制令而闻名, 这位案件增添了新的复杂性。 在询问过程中, 哈珀是一个看起来有点束弱,神情紧张的男人。 起初,她否认最近与梅丽莎有任何联系, 然而面对监控视频的证据, 她不得不修改自己的说法, 承认他们确实见过面, 但声称只是聊天而已。 她说梅丽莎联系了她, 感觉到危险并寻找一个可以信任的人, 选择在奥克伍德见面已避开熟悉的目光。 哈珀的解释虽然有可能, 但让戴维斯抱出怀疑态度。 考虑到哈珀对梅丽莎未得到回应的感情, 以及她嫉妒和暴力的历史, 她因被拒绝或背叛而产生攻击的可能性, 仍然是一个严重的担忧。 随着案件的继续发展, 侦探戴维斯深入调查哈珀的过去, 以及她与梅丽莎的互动。 同时, 对哈珀的汽车进行法医分析, 发现了与在梅丽莎汽车中发现的相同证禁剂的痕迹, 这直接将哈珀与犯罪现场联系起来, 确定她为重要嫌疑人。 在证据的重压下, 哈珀的说法开始崩溃。 她承认给梅丽莎注释了证禁剂, 但声称是因为她要求, 为了让她冷静下来。 侦探戴维斯明白哈珀的参与使案件变得更加复杂, 但她觉得事情远不知表面这么简单。 哈珀的解释与实际证据不完全相符, 导致戴维斯推测也许哈珀是受了别人的影响。 可能是麦克尔或乔克犯下了罪行, 更广泛阴谋的嫌疑开始浮现。 随着戴维斯继续调查, 哈珀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细节。 她已经连世几个月受到匿名付款, 与麦克尔的情况类似, 目的是对她与梅丽莎的互动保密。 这表明, 有人在写通努力掩埋关于梅丽莎的真相。 随着调查的深入, 案件变得愈发严峻, 侦探戴维斯逐步揭开了围绕梅丽莎死亡的层层谎言。 哈珀的参与和神秘的匿名付款暗示着一个更为深远, 更加险恶的阴谋。 戴维斯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 梅丽莎的死亡可能不仅仅是一起激情犯罪, 而是一桩精心策划的谋杀, 背后潜藏着一个未知的主谋。 戴维斯将调查重点, 转向了这些付款的资金流向。 他们追踪了一系列复杂的交易, 发现资金通过一家空壳公司, 最终流入了一个里岸账户。 这种精心设计的资金转移路径写示出, 犯罪者具有相当的质谋和策划能力。 这并非普通罪犯所能做到的。 这条线索是真他们的怀疑指向的麦可尔·雷诺茨, 考虑到他在商业领域的专业知识。 在此与麦可尔会面并出示新证据后, 在严厉的审讯下, 麦可尔的镇定开始崩溃。 他承认确实给哈勃回过款, 但声称这是因梅丽莎的要求, 目的是保护他, 并不知道哈勃会滥用这笔钱。 然而戴维斯对麦可尔的辩解持怀疑态度, 他推测,麦可尔可能是因为无法忍受梅丽莎的犹豫不决, 以及担心他们的恋情被揭露, 才策划将梅丽莎除掉。 然而要实施如此复杂的计划, 很可能需要同谋。 乔克拉克以其异路的性格和与梅丽莎的密切关系, 成为了一个可能的同谋嫌疑人。 面对财务交易和真正记的确凿证据, 乔克最终在压力下屈服。 他承认麦可尔说服他相信梅丽莎打算离开他们两个, 并揭露他们的秘密。 为了阻止这一切, 乔克在绝望之下同意了麦可尔的计划, 给梅丽莎注射镇禁计, 并使他人间蒸发。 残酷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麦可尔·雷诺兹策划了整个阴谋, 巧妙地操纵乔克和哈珀执行他的险恶计划。 麦可尔的动机不仅仅是嫉妒, 他更想让梅丽莎消失以保护自己的个人生育和商业利益。 乔克在情感冲突的影响下,不知不觉地成为了这一阴谋的帮凶。 而哈珀则是被经济利益所诱惑, 参与其中却并未完全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 随着案件的各个环节逐一被揭开, 侦探戴维斯果断地获取了对麦可尔·雷诺斯和乔克·阿克的逮捕令。 针对他们的证据确凿,有财务记录,有口供, 还有与乔克携带的巴比托类药物的法医关联作为支撑。 乔克是第一个被抓获的,警方在他的工作室里找到了他。 当时他正沉浸在自己那些黑暗的艺术作品中, 整个场景展现出一幅混乱和悔恨的鲜明画面。 乔克没有反抗,表现出深深的懊悔,不断表达歉意, 并询问了梅丽莎最后时刻的情况。 相比之下,逮捕麦可尔则困难得多,得知自己即将被捕,他试图逃跑。 夺亏了奥克伍德警方的通力合作,他最终在一个私人检疫机场被拦截, 正准备登上一架包机时被捕。 麦可尔的被捕过程充满反抗,他还深深警方捏造证据。 两名主要嫌疑人被羁押后,一场备受瞩目的审判的准备工作随即展开。 这注定将成为奥克伍德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案件之一。 审判吸引了广泛的媒体关注,法庭内挤满了当地居民、记者和梅丽莎的亲朋好友。 陪审团的审议持续了数日,他们仔细审查了大量证据和富有洞察力的证词。 最终,麦可尔·雷诺兹和乔克拉克均被判定犯有谋杀未遂罪和二级谋杀罪。 考虑到麦可尔在策划阴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他被判处无期徒刑,不得假释。 乔克则获得了相对较轻的25年兴起。 另一名涉案人员丹尼·哈珀被认为参与程度较浅,他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罪名是谋杀从犯。 法庭认为,他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主要策划者的操作。 案件尘埃落定后,奥克伍德逐渐恢复了往日平静的生活节奏。 然而,美丽莎波特悲剧的余波仍在社区中回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记得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